世纪川金会确定要举行 美国白宫也释出更多的细节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的简报会上 说明了川金会的首场会议 将定在新加坡时间6月12号早上9点举行 虽然他没有直接说明 但川普和金正恩两人的正式会谈 很可能不止这一场 白宫的记者会上除了确认川金会召开的时间 也表示美方的议题焦点会放在无核化上面 川普总统将会在新加坡之间向金正恩表明观点 美朝双方的官员也在板门垫飞军事区 继续展开外交磋商 依照目前的走向 两方对于无核化的分歧逐渐的缩小 将有更多的共识 白宫强调虽然川金会最后是如期举行 但美国对北韩的最大施压政策还是不会改变 6月1号川普曾亲自公告川金会会一约举行 而且不再说最大程度的施压 因为想跟北韩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无核化协商牵扯的范围非常广大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再度重申 除非北韩实现去核化 否则美国不会解除这些制裁 美方不断释出川金会的各种消息 韩联帅也报道了 金正恩在这个时间点撤换了三名将领 分别是人民武力部部长蒲永之 北韩人民军参谋长李明珠 还有北韩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正爵 专家分析金正恩要这么做 除了要巩固势力 再度强调自己是北韩的唯一领导人 二来也是要压制异议分子 避免对他有不满的军官 趁机发动政变 也让年轻人上任 推动经济发展 川金会的筹办 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阶段 美朝领导人就要亲自面对面谈判过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